三哥你拍视频为什么总穿这一件衣服 你是不是也穷了 我要给你点赞 感谢这位小伙伴的点赞 今天要来开的呢是一款面包史莱姆 为什么叫它面包史莱姆呢 我也不知道 烹沙水成其凝固水 请勿使用 被成年的小伙伴一定要在成年人的监护下使用 看这一款 小熊烤面包增补泥 一款黄色的 一款粉色的 送的 暂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小熊烤面包 怎么看着有点像三明治 这个盒子装的是那个泥巴 它也有点黏 有点太干熟了 是不是需要添加烹沙水啊 我们加一点烹沙水 然后再加一点上次的防粘剂 完全捞动了 好像是刚才的烹沙水放多了 这怎么办 再把这些墩补泥放到上面 两个冬菇泥加到里面还是不行 一个小小的操作把这一块泥给毁掉了 我突然间明白上一次 为什么我制作那个超达史莱姆的时候会失败 因为估计就是烹沙水加多了 烹沙水加多以后它就变得好像有点脆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一块面包 但是这个面包不是泥 这个面包是海绵 所以应该是史莱姆的模型 当然这块泥被我弄废了 但是总结出来一个小道理也是值得的 就是大家在制作史莱姆的时候 添加烹沙水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添加 不然就会变成这种 很硬 并且加的烹沙水多了以后 这个泥已经变得有弹力了 如果没有什么情况的话 下期视频还是开史莱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就在评论区留言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